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駕駛學校的金牌解說 第33到40關 嘗試帶煞入彎 在這邊踩駕 前面金牌就需要啦 這個帶煞入彎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下車漸弱之後 還會把重心向前移 這樣前輪的抓地力就會變好 後輪的重量減少了 所以會稍微有點偏移 這樣就可以增加車輛轉彎的能力 那這個技巧需要一定的練習 它會如果你做太多的話 就是會轉圈圈 如果那台車比較飄 就是會轉圈圈 那你如果 呃 不是做太多 而是踩太深 的話 就是推頭 推頭就是說 超出了前輪的 你想要往前移重心 可是卻超出了前輪 能夠負荷的狀況 就是會推頭 那你如果是 踩太少了 重心沒有移 的話 那這個效果就不好 就變成跟原本減速差不多 但是你 因為 這一段 也在減速 所以你的 下車點會比 原本只有在直線下車的時候 再短些 欸 再接近玩倒一些 所以說 速度就會 過快 那 就會悲劇啦 就會滑出去啦 所以 最喜歡練習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技術 我覺得它稍微 那一點下車 讓 讓車尾飄進去 很帥 不過其實 不是所有人都 需要 這招 應該說是 就算沒有用這招 也是有辦法 跑很快 就是看 駕駛風格 像我們AC的 算是 到目前為止 第一名最多場 他就不太用這招 對 這八關我們 駕駛選項這邊一樣 是其他 維持 然後 TC改成1 這一關呢 是 BETA的時候 有一直玩到的 過了好久的關 第一個下車點 在右手邊 這個水泥的地方 一直下到這邊的中心點 放開之後 可以慢慢的補油 盡早補買 然後 全油繞過第二個彎 34關 帶煞入彎 比較急的彎 馬椒黑壺 這關是 我到目前為止 看到最漂亮的賽道 恩 我這一次下車點 是在左邊 白色的線消失之後 但事實上還是 早了點 我並沒有拉到彎中點 我在這裡下車 就已經放掉 還是 小朋友們 有點早 如果要更快的話 可以再慢一點下車 沒有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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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簡單 我覺得還沒有開得很好 就過了 第35關 多重彎道的車前 這關就是教大家要綜合的去考慮賽道的 彎道 那 你就不會說 只看著一個彎 就想說 這邊 外內外啊 然後第二個彎就衝出去 在這種連續彎道上面 你中間可以 換另外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出彎的時候 不要這麼外面 第二個出彎的時候 才偏到外面去 就這樣子 才不會說 你在中間 啊 一下左邊 一下右邊 這關 算是我在GTS裡 蠻討厭的一關 沒有什麼參考點 我們就用速度 加速到四檔底 減速到120左右 靠內線 補優出彎 瞄準右邊第一個彎終點 壓到後 稍微減速 車線向外偏 大概這個位置 調整方向盤網 看不到的彎終點 開始加速 過了彎終點 回正全油出彎 如果這個場地的比賽 就要立刻看向下一個彎 準備要過彎了 第36關 下坡路段的駕駛技巧 這關是牛北 一個高速接低速 再加速的連續區段 總共四個彎道 第一個彎 在右邊白色油漆消失的時候 踩煞車降三檔 靠內側出彎 不用補優 直接做第二次減速 降到二檔 這個方形彎 當成一個法夾彎 一個方向盤角度 用第二個角 當作彎中心 補優出彎 馬上緊接第三個彎 升三檔 稍微放開油門 過彎中心順順踩下 不要踩過猛容易打滑 一路加速到右邊 路沿消失 下車降到三檔 下車降落到彎中心 快速補優 讓後輪稍微偏轉 衝向終點 YES 終於 第27關 上坡的技巧 差個0點 0.01 0.001 所以掛槍的來說簡單 一路全遊 一直到這邊 路邊碰到路沿石的時候 煞車降到四檔 過了第一個彎之後再全遊 然後開到終點 這一段比較簡單 喔 一圈了 38關一圈 這關並沒有什麼很獨特的技巧 然後已經 是直接要進加油 第一個彎三檔 轉進PIT 他只能換硬胎 不能改其他的 選好輪胎之後就等待他自動加油 加到一圈的時候按停止補給機油 他就來自動出展 系統會幫你駕駛到出維修站之後 馬上換你自己 出來的時候會在這個黃色的WRX的後面 第一個彎從外側 比較快的超過它 在這個拱門下方 煞車降到二檔 轉右邊這個髮夾彎 記得要看到出彎 跑的時候再補油門 再來放到右側路沿的時候 稍微做一下減速 這個彎其實可以三檔過 從外側超過這台NXX 到下一個這個彎 這個彎比較大 切到內線 沿著內線慢慢走 直到看到出彎的時候 再踏下油門三檔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比較長的直線 在直線我也會準備追上第一名的法拉利 從它的內線下車一下 鑽進去 過了彎終點開始補油門 小心不要讓車子外偏 到左邊紅色標記的時候 下車降三檔 壓過路沿後開始補油 直接衝過接下來的小彎道 在弧形跨到結束的時候 看一下下車降三檔 壓過APEX 我這邊沒有壓到 用三檔直接衝下下一個彎 到右邊兩個人的地方下車 不用降檔 直接瞄準彎終點 碰到彎終點就可以補油出彎了 我目標第一名而已喔 我衝向最後一個彎道 最後一個彎道是三檔彎道 小心不要因為壓到槽而噴出去 太簡單了吧 順順的轉過去就可以拿到第一名了 這關真是一次過啊 拿著囉 好 39 最後三圈 這個場地的開法 我已經在之前的24關 去跳的時候 講過了 所以大家就稍微熟悉一下這台車 就OK 可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第一關結束了 想要找到直接進菜人去補油 不需要換台 補夠兩圈就可以出發 再來就是運用之前的技巧 一路追到第一名啦 好 他們都進站了 其實不要急 偷偷過他們也會進站 往往的跑就行了 好 準備要收禮物啦 這關是教大家怎麼使用旁邊油耗的部分 那 剛開始就直接把它調到最省油 因為我其實在測試中的時候就過了 所以我不確定要調多少倍 跑完整圈 看旁邊那個浴布圈住現在還有0.9 大概可以抓到對面一半的時候 少 多於0.5的話 我們就會降低一些 這關的賽道部分並不需要跑得非常非常的好 主要是才讓你省油就可以了 我猜測大家的時候就把它調到絲 因為還剩很多 看看是行不行 可以注意利用前面的車子 尾流來超車 這一個方向盤不好調整的 可以拿一隻手把在旁邊調 刚才好飘很多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 然后直接可以把燃油插回 小心它会插回车 记得要把它挡下来 我们又通过了一些啦 终极二完成啦 GTR 以上就是我们的33到40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现在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掰掰